好 那麼昨天是中秋夜 不過有些地方 這夜晚是不太平靜的 在臺東縣的悲南鄉 麗家村有十多名的年輕男女 相約在民宅裡頭烤肉 不過酒後卻爆發口角 一群人的聚會瞬間變成了鬥毆事件 畫面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場相當的混亂 地面上全部都是散落用過的餐具 而根據瞭解 當時這幾名年輕人 相約在這間民宅烤肉 但是酒後卻發生 嚴雨衝突 場面失控 甚至有人直接把車開進院子裡衝撞 警方互報也立刻出動快打部隊 派出了將近三十名的員警 到場來維持秩序 並且將四名傷者送醫治療 還有其中一人手指是插點斷裂 還好傷者們送醫治療之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